哈喽 大家好 我是Vicky 杨慧琴 最近啊 临近期末就有好多小伙伴私信问我说 怎么样来进行期末复习才能简单高效 那么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好好唠一唠 考前应该如何高效复习 考前复习其实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制定计划 中国有这两话说的是 凡事遇则利不遇则罪 只要制定了一个好的计划 并且严格去执行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也就成功为一半了 考试其实也是一样 在制定计划的过程当中 它主要分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计划 也就是制定好自己每天早上几点起床 晚上几点睡觉 然后哪一段时间用来复习 第二步呢是分配 就是按照考试时间来分配自己每一门课的复习时间 而分配的标准呢 有一个很重要 那就是一定是哪一门课最容易提分 也就是自己哪一门课最薄弱 就多花一点时间来复习那门课 原理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就是短短效应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不会什么就要学什么 如果你每天都在不停的复习 自己已经会了的东西 那你只会越来越笨的 计划的第三步 执行 因为一个好的计划 如果不执行的话 那就是废止一招 神仙都救不了你了 所以你要做的呢 就是按照自己定好的计划 来去把它严格的执行下来 如果你做好了今天该做的事呢 那就给自己一些奖励 如果喜欢吃就买好吃的 或者去去给自己买一些漂亮衣服呀 让自己跟朋友出去玩玩都可以 如果你没有完成今天的计划 那相应的也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些惩罚 这是怎么惩罚呢 那当然是怎么惨绝人寰 怎么惨无人道怎么懒 因为只有你自己呀 才知道自己最怕什么 对不对 有的时候对自己还真的不要太欣然 你越是溺爱自己呀 自己可能就越是没有办法 能达到自己预期想达到的目标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话 求点赞求转发 比心 其实对于高中上来说呀 你的重点就是自己的错题本 而对于大学生阿爷呢 其实考试的重点有两个 对于大学生阿爷呢 感谢阿爷 感谢观看